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录影完我就想到我曾经在多伦多参与一场 就是有关他叫mental health那个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 不管是从生理的层面有专家去发表或者分享 或者从精神的层面然后有一些领域不同领域的人去发表 那我就被邀请参加的是从佛教的角度 那么那一场呢各位可以从图片上看到 我觉得好美的一个论坛分享会 那个现场布置的很nature 就是好像在一个自然的园林之中 那当然我们有三位法师被邀请 那么我今天想提的就是 昨天的话题引起我想起的是 当时在我们发表完之后 就有一个开放Q&A的一个时间 有一位女士呢 因为那一场80%都是有关医护相关的工作人员 就是有些是医生有些是智商人员 有些是医护就是护士啊 或者是心理辅导的这一个领域的人 参与了这次的学术论坛 那么其中有一位他本身是社工 专门在做心灵智商的工作 他就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平常是帮别人智商 他可以帮助别人 但现在就遇到他自己家里头的问题了 他的先生对他 他的孩子做的一些事情 他都不知道怎么去handle 怎么去面对啊去处理 因为孩子出了问题 先生就责怪他 所以他觉得他整个家庭 就像热锅上的家庭 那他不晓得该求助于谁 因为他就是一个智商的心理医师 现在他换他很无助 那么当然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意见 那我当时呢 换到我给他意见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 而且我请他停止自责 他也觉得他没有当好一个妈妈 他也不是一个好妻子 他糟透了 我说不是的 就以你平常时可以帮助别人 我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鼓励 就是你要自我肯定 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我说你现在的家庭的问题 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钟 一个时钟 我就借用了大师啊 我们的师父教我 平常时给我们的开示 我把它运用出来 我说这个时钟啊 他有一个中心点 中心点呢 要稳定了 这个长针短针 时针分针秒针 由他跑 他跑 但他一定不能动摇 他如果动摇的话 这些针就 或者不准故障了 或者是整个就坏掉了 我说你就是家庭里头的 那个时钟的核心 中心点 你一定要稳住 你要稳回来 因为只有你稳定住了 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那所以你先不要受外面的指责 外面的价值观 对你的一些评论 那你先不要管这些 你就是很专心的说 你要真心的帮助你的孩子 因为他也是 他是斯里兰卡人 是佛教徒 他也说他受五戒的 我说你跟佛陀讲 给你智慧 你必须要稳定住 因为你的孩子真的需要你 那当然在那个大众之中 他没有很清楚地讲 他的孩子到底出什么问题 之后他又就结束后 他跑来感谢 包含主办单位的博士夫妇 他们也都跑来感谢 说感觉到有人可以帮他了 那么之后 他跟我约了时间 谈起家里头的问题 但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孩子 同性恋的问题 我只问他 我说 你先不管他的感情 这个倾向如何 我就问他 我说 请你告诉我 太阳是男的还是女的 风啊 河流啊 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很惊讶 他说 我在问他 我说 我刚刚带你去参观 我们的观音菩萨特展 你告诉我 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很多事情 不是用性别 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的价值 去评定他的 我说你只要让他 好好的面对自己 然后认识自己 接受自己 做回他要成为的自己就好 那孩子的路 有他自己的选择 你现在跟他对立起来 他其实很彷徨 他也不会找你 但现在只有你敞开心扉 你当他的朋友 好好的可以出席长谈 那么孩子长大 你只能陪伴他走这段路 所以后来再跟他 谈了一些话 他也明白他该怎么做 他选择做孩子的朋友 而不是孩子的管理者 这就是我今天 就是在想着说 其实在这个 这段时间里头 家里头的人 是很密切的相处 这个时候 大家彼此的行为 这些都在互动着 你要怎么样 可以跟家人和好的相处 既是家庭的一员 但又是互动密切 比以前更密切 我觉得这一方面 大家要注意 因为我已经听到 可能我之后跟大家分享 会多一些家庭之间的相处 因为已经有一些摩擦的 这个话题在谈 所以我想 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稳定住 不管你是一家之主 还是你就是那个年轻的孩子 或者你是其中的什么 大家的角色扮演不同 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心稳定住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时钟 你的心定了 就是这个时钟的核心 中心点定了 就不会乱跑 不会乱了套 这个是今天给大家的一点分享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